各欧陆民族之间的关联 二战期间 希特雷宣扬亚利安人是世界上最高种族 其实这个说法是错误的 因为他要消灭的列等民族斯拉夫 乌克兰人 波兰人是亚利安人 很多人 对于西方的亚利安人 暗格鲁萨克逊人 日尔曼人 斯拉夫人 并不清楚他们到底属于哪个种族 他们总觉得自己皮肤白皙 应该都是白人 应该没什么区别 事实上 这些人的关系非常密切 亚利安人 对意识影响甚远 亚利安一词来自伊朗波斯语 意味有信仰的人 另一种来自梵文 意味高贵 从这段话可以看出 描述亚利安人的文字高大 清高 所以会引起希特雷的注意 亚利安人有这样一个特点 大部分都是白人 至于希特雷宣传亚利安人是金发碧眼 这种说法并不正确 因为金发碧眼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相传在古代 亚利安人非常能打 所以穿越欧亚大陆 因为亚利安人能善战 所以希特雷会是德国民族的后裔 亦属于亚利安人 早期亚利安人生活在乌奈尔山脉南部的草原上 后来由于生活环境的改变 他们离开了生活的地方 其中一部分迁徙到中亚的阿姆河和西尔河之间的平原 其余的去了西欧 中欧和南欧 当他们来到亚洲亚利安人 他们被称为亚利安庞哲普人 到达亚洲后 他们定居在南亚次大陆的西部 也就是现在印度和巴基斯坦的交界处 因为亚利安人属于一国民族 为了保证亚利安人能在这一带定居 亚利安人开始把古达尔文人驱逐到南方 经过一番努力 亚利安人成功在南亚立足建立废陀文化和种庆制度 早期亚利安人属于统治阶级 所以不愿意和当地人通婚 但随着历史的发展 亚利安人与古老的达卢皮人结合 最终形成了独特的南亚次大陆 美国人开发的一个世界人种基因图谱 一眼色题显示斯拉夫是真实的亚利安人 印度所讲的印欧语系的民族中 亚利安基因占39.5% 从这个数据可以看出亚利安人在百种人中 占有重要地位 毕竟他们移民定居国外 从而影响了当地人的构成 在这里有人问西迁的那部分对欧洲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斯拉夫体系民族 早期 斯拉夫人的生活在东欧的平衍上 像亚利安人 因为生活环境的变化 使向外界传播 于是有了东西南北斯拉夫人 东斯拉夫人主要集中在俄罗斯人 台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 这三个国家的居民都是斯拉夫人 西斯拉夫人主要集中在波兰人 捷克人 斯洛华克人和德国布索人 这三个国家离西欧很近 所以斯拉夫人迁移时 必须优先考虑 南斯拉夫人主要来自 斯洛华克人 克罗地亚 斯洛文尼亚 马其顿等国 这些国家位于东欧南部平原 整体气温舒适 所以很多斯拉夫人在迁徙的时候 来到这些国家定居 在这些国家中 唯一一个大多数人不是斯拉夫人的国家 是罗马帝国 而这个国家的大多数人是罗马人 之所以会这样 是因为这个地方曾经被罗马统治占用过 说到这件事 很多人感兴趣的是斯拉夫人和日尔曼人的区别 表面上看很接近 实际上互不相干 包括日尔曼人 凯尔特人 斯拉夫人 都曾经被认为是罗马人 日尔曼人 主要生活在欧洲西北部 凯尔特人 主要生活在西欧 后来 入侵布列颠群岛 斯拉夫人 主要生活在西欧的极北地区 有一个事实是斯拉夫人和今天的俄罗斯人在东斯拉夫人的基因相似度是49% 波兰在西斯拉夫人占50% 可见斯拉夫基因才是亚利安人的真正继承人 所以西特雷的日尔曼人不是亚利安人后裔 而一个真实的亚利安人后裔 却是他一心要摧毁的东西斯拉夫人 从这一点可以看出 西特雷只是找了一个借口 提出日尔曼人 这样就可以找到发动战争的借口 更何况俄罗斯 白俄罗斯 乌克兰的金发美女也不少 正好符合亚利安人的特点 因而西特雷所说的日尔曼人 并不是亚利安人后裔 而真正的亚利安人后裔 而是他一心想要消灭的东西斯拉夫人 从这点可以看出 西特雷就是找了个借口抬高日尔曼人 从而让自己找到发动战争的借口 还有就是俄罗斯 白俄罗斯 乌克兰人金发美女特别多 而这一点刚好符合亚利安人特点 斯拉夫人不仅继承了亚利安人血统 还拥有蒙古血统 所以俄罗斯人很会打仗 所以很多人称之为战斗民族 说完了俄罗斯人 现在来说说亚利安人血统在德国人中占了多少 治尔曼族群 罗马帝国统治时期 斯拉夫人们生活在东欧平原 和巴尔干半岛 日尔曼人们生活在西欧和北欧 凯尔特人人们生活在布列滇群岛 三个民族中 人口最多的无疑是日尔曼人 斯拉夫人 凯尔特人相对较少 现在生活在欧洲大陆的法兰克人 昂格鲁人 东西哥特人和萨克训言人都是日尔曼人的分支 这些日尔曼人主要生活在德国 法国 丹麦 瑞典等国家 从日尔曼的发展 历史可以看出 他们能成为罗马帝国掘墓人 一方面是因为他们擅长战斗 另一方面是因为他们与罗马人有更多的地域联系 于是日尔曼人联合哥特人接管了西罗马帝国 然后他们的分支法兰克人建立了法兰克王国 法兰克王国成为罗马帝国的继承人 然而这并没有持续多久 而法兰克王国又被分成了西州 都法兰克王国 这三个国家是法国 意大利和德国的原始形态 之后 我们来说说 昂格鲁和萨克逊人 大约在五世纪 昂格鲁和萨克逊人 从德国北部和瑞典南部 迁移到大部列颠倒 在这里他们与东道主凯尔特人 展开了战斗 但是凯尔特人失败了 昂格鲁和萨克逊人 只能退守到现今的爱尔兰 苏格兰 威尔斯等地区 英格兰成了昂格鲁和 萨克逊人的领地 先到先得的原因 但凯尔特人一直不满 于是他们和英格兰发生了很大的矛盾 原来昂格鲁和萨克逊人 属于两个不同的民族 但由于意识原因 他们合并成了昂格鲁 赎克逊之后 维京海盗入侵了波列颠倒 但是他们不但没有被打败 而守住了这片区域 最终成为了这个岛的地主 一千多年前 日耳曼人打败了罗马人 他们成为了欧洲真正的霸主 至于前欧洲领袖罗马人 只能生活在意大利 罗马尼日利亚等国 今天德国人的血液 有19.5%是亚利安人血 所以我认为希特雷 关于德国人 是亚利安人的继承者的说法 显然是错误的 从上面我们可以知道 亚利安人是印欧人种 毕竟他们的触角不仅在欧洲 也在亚洲 但是在这些人中 亚利安人基因是斯拉夫人 毕竟是血统的50%以上 远高于只有19.5%日耳曼人 所以从血统的角度来说 日耳曼人 斯拉夫人 凯尔特人人 至于今天的安格鲁萨克逊人 是日耳曼人的一个分支